歡迎大家收看天餘場景SKY FINANCE 讀嘉勒呈現在鮑威爾街 我是孫柏文 昨天答應了大家 今天分享我的偶像Jeff Gunnang 前一兩天舉行了一次的投資講座 給自己的客戶 當中有幾樣東西他觸碰 第一件事就是講美國股市本身 他現在覺得美國股市是偏貴的 他用了幾個比較有趣的量度方法 其中一個就是市銷售率 應該是這樣讀的 市銷售率 Price to Sales Ratio 即是公司每股的生意額 隨意公司的股價 原來那個百分比已經回到2000年 這個是挺擔心的 因為如果你是說07、08年那一轉 其實他們的公司 很多銀行也好 什麼隔離機構也好 其實他們是有生意 只不過利潤很低 所以或者毛利率突然變得負數 例如銀行突然要撇上 如果你是說公司本身 其實他的生意額也不太高 其實也會出事 我記得2000年的時候 有一間公司叫Sun Microsystem 爆破之後 應該2003年 他們的創辦人兼CEO 就看回2000年他的股價 跌了九成多 那麼他就說 看回2000年那時候的股價 他都覺得是非常不理性的 他說原來他每股 就可能賣10元 不過他只是做1元生意 每股 他說那太誇張 市值可能是1000億 不過他只是做100億生意 他一直說 就算那100億 我完全是盈利 都還是市盈率是10倍的 那好吧 所以當一個股市 他連生意額 我都不說盈利了 我只是說生意額 都越來越和股價 百分比的比例 越來越誇張和大 去到2000年的時候 大家要小心 那這個我想 這個是我自己第一個 都很驚訝的 那第二件事 就是他說很多關於聯儲局加息的事情 那這個我覺得挺有趣 第一件事就是 他說之前通脹率已經過了2% 那說真的 聯儲局自己都說 2%是我們的目標 那 那 有一個叫Neil Kashkari 他唯一一個反對加息 上一次 他說 我們低於2%那麼久 高一點 一陣子也不要緊 那說真的 Jeff Gunner 其實說明 就是看數字 或是看他自己的預警 系統和數據 通脹應該會跌穿2% 低於2% 那即是突然間 連著加息的壓力 就好像會少了很多 那好吧 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也說的 他說長債息率 已經是第四個底了 即是已經在2.3% 10年期美國國債的息率 已經在2.3% 低於四次了 給大家看一看一看 四次 OK 那說真的 不要說四次 三次足底 而穿的話 已經一聲會下跌 那四次足底 而穿呢 就會下跌得更加狠的 這個就是圖表派這樣說 那Jeff Gunner 也有這樣說的 他說2.3% 他說他覺得應該穿的 一穿之後 他就會下跌到2% 即是會跌穿2% 這樣就很驚嚇的了 那跌穿2%之後 他就說這個 就會是終極的底 那他說了很多年 這個已經 去年特朗普當選 其實特朗普還沒當選的時候 他已經說特朗普會當選了 他也看到特朗普當選之後 他的長債是會 一聲地上升 他也中了 不過他說 長債升到某個位置之後 那些人就會覺得 國會阻撓著他 還中了 那之後呢 因為國會阻撓著他之後 長債息率就會開始飄下來 又中了 那現在他最後一個 就是長債息率會由2.3% 跌穿2% 到1% 到1%的時候 才會是終極的底部 那我就這樣說 我一直以來都說 長息短息的息差 好定斷定 究竟匯控大型重磅股銀行的利潤 會是怎樣的 如果你看著這個匯控股價 去年7月就是長短債息率的 所以如果Jeff Gundlach真的中的話 那大家真的現在要固定匯豐了 OK 本節目是天月重景 Sky Finance 想知道下個星期有什麼好料吧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Facebook page 謝謝大家收看